各位,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早安晚安 要做的就是會用光線感測值判斷白天晚上 白天就有太陽,晚上就是月亮 怎麼做呢? 光線感測值,我們先找到它在哪裡 在我們輸入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找到光線感測值 那我們首先一開始就先設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用Light 打錯字怎麼辦? 重新命名就好了 L-I-G-H-T 那我一開始在重複變次 不斷的去把Light設為光線感測值 下一步就去檢查Light的數字 所以我會用邏輯 就是把它放起來 再加上數學 不是數學,也是邏輯 用這個 放進來 變數 放進來 如果Light 它小於某個數字 這個光線感測值的數字大概就是0到255 所以我就先切一半好了 0到128 那我就認為是晚上啦 晚上呢,我就來顯示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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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像月亮嗎? 晚上顯示月亮 接下來再複製一個 這個 放對喔 Light如果是大的話 可以用大於等於128 那我就變成 太陽 那這樣好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是否成功呢 這個地方就是光線感測值的模擬的樣子 如果我現在是很暗的時候就變月亮 如果很亮 就變太陽 那就可以試試看 這個在模擬光線感測 那它的光線感測在哪裡? 其實它就是把LED燈當作光線感測 那這個其實 會讓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LED燈不是發光的嗎? 其實LED燈在不用的時候 你照光下去 它其實會 它會產生電流 所以 這個Microbit 它其實就是利用這個原理 就是讓 LED燈照光 就會產生電流 所以 它其實是用LED燈去感光的 因此等一下你在測試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去遮那個LED燈 你就會知道說 它現在有光 它現在是黑暗還是 還是有光的情況 OK 那這個就是自己要下載去試試看 去遮光看一下